少2,900人受傷,估計還有1,200多人被困的壓力 陣央是位於中部南投縣閘閘鎮,距離台北150公里 由於地震發生的位置在地下的1,000米深,對地面造成嚴重的破壞 無數的房屋倒塌,亦都是有房屋,因為煤氣管爆裂發生火警 但地震發生之後再發生500多次的余震 台中、台北、宜蘭、新卒、漿化等元受影響最嚴重 三軍已經出動協助救災,李登輝總統呼籲民眾保持冷靜 地震是在凌晨1時4時7分發生的,詳細情況由林靜潔報道 在大地震的威力下,十幾層高的大廈都不堪一擊 層大廈的最底幾層倒塌,上面十幾層沒有支撐,打橫地躺下,石屎都碎了 泊在旁邊的汽車被摘爛,有些大廈一層層斷裂,底層損毀嚴重 很多房屋的外牆都震到裂了,連平房都不能倖臉 全部變成一堆瓦力,屋不成屋 而這間屋掛招牌的地方其實是二樓 現在整座大廈坐下來,一樓陷入地底 由於損毀的大廈,很多都是住宅 救援人員要逐處地方喊下,看看有沒有人被困 有人在這裡嗎? 如在一堆堆的瓦力中,又確實經常找到被埋的人 有些人在被救出的時候,情緒很激動 不過有些人就沒有那麼幸運,被救出時已經死了 由於人手不足,屍體就敢放在路邊,遲些才可以處理 地震是發生在凌晨1點47分,鎮央位於中部南投縣襲襲鎮 距離台北150公里,台中、台北、宜蘭、新竹、漿化等縣災情最嚴重 由於受影響的地方人口都很密集,所以死傷者很多 台灣軍方動員三軍協助救災,國防部即時調派了3000個官兵 另外,北京國家地震局發言人說,大陸沿海省份 包括廣東、福建和浙江都感覺到震動 廈門以為溫州兩市錄得最強烈的震動,暫時沒有損傷報告 亞洲電視記者林靜傑報導